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寇佇寺》 雅牧師還有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同學早安 我 其實1977年就在這裡 1977年 好久的時候了 1977年 那时候还是台湾大学的研究生 我们就来保护这个地方 好久好久以前了 后来陆陆续续的常常来 因为你们都知道只要能够把台北保护好 要先保护什么地方 卢州 卢州 台北市跟新北市如果是一个蛙公 蛙公听得懂吧 如果是一个很大的蛙的话 最低点就是卢州 整个的蛙公的最低点就是卢州 我只要卢州不淹水 台北市就不太会淹水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也是台北市整个淡水河整治委员会里面的顾问 我是前省所有河川整治的总评审 OK 等了很多年了 所以1977年很年轻的时候就到这个地方来 那五谷非常的重要 因为五谷旁边是林口台地 那林口台地的旁边的话是淡水河 那我们台北市 80%的风是来自于淡水河 20%的风是林口台地 所以只要把这个附近管理好 台北市就不容易有空气的污染 因为有80%的风来自于淡水河 20%的风来自于林口台地 所以因为林口台地占20% 所以这个地方不得有任何的空气污染 我们都是他的委员会 我们都是里面的人 我常常到这个地方来 那为了要怕卢州会淹水 还要怕这个五谷台地 因为经过林口台地 你的水要排到淡水河里面去 那水要排得很快 所以呢在五谷这个地方所有的排水沟都很大条 都很深 所以你看老师你这个 你到哪里就看这个东西 我其实还不是看排水沟 我来看那个排水沟上面的水门的钢筋 有没有出问题 哇钢筋出问题的话 你临时开水门的话你会来不及 OK 有些的台大教授本身呢 就常常的持续着日本时代留下来的精神 日本时代有个基督徒的老师叫做逐利人 你保证没有听过这个人 逐利人 逐利人是个基督徒 他来自于北海道在我们台湾大学任教 当时他就认为 新庄五谷这个地方 那个是台湾非常好的一个种蔬菜的地方 那因为我们这里的话呢 因为我们北边有淡水河的水进来 带来大量的葱刷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卢州五谷新庄 以前都是沙斯地 这个教授 这个基督徒的教授 他在认为说如果能够开花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也有好的土壤 请问他的土壤从什么地方来 所以我们这边的土壤都是搬来的 从阳密山搬来 所以你知道吗 早期我们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农业区 所以我们地方叫五谷 请问五谷是哪五谷 对不对 12345那个五可以 那谷后面不是有个谷吗 是哪五谷 你们都住这里的地方吗 OK 五谷的那谷是什么谷 第一 台湾最好的茶叶在这里对不对 这边有没有五谷的 来来来来 我这样讲有没有对 我们这边有个五谷工业区 五谷工业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930年 OK 五谷工业区1930年34年开始的 是做什么用 做茶叶的改良 做茶叶的风干 OK 你们听过五谷工业区吗 感谢什么 终于知道 我讲你们都没听过就麻烦了 五谷工业区以前是做什么用 茶叶 茶叶来风干的 现在五谷有没有卖好茶 那个穿蓝色衣服的弟兄 台大教授上课就是会点名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五谷还有没有在卖茶叶 真的是 谢谢 听得好难过 我应该常来 应该到处要检查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涌泉 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涌泉 所以我们五谷是哪五谷 地裁 第2个 台湾最好的立足在哪里 五谷嘛 对啊 对啊 这是五谷嘛 你们今天听说中午要请我吃饭 什么是最重要的菜 竹笋 竹笋 对 就是竹笋 请问现在是不是产竹笋的时候 第2个就是竹笋 OK 这个竹笋是全世界 台湾大概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地方 好好吃啊 又好便宜啊 OK 第3个是什么 柑橘 柑橘 第4个是什么 琵琶 哎呀 你们这个 你们到底是不是从五谷来了 第4个是琵琶你知道吗 为什么是琵琶 琵琶是台湾所有的果树里面最能够耐强风的 最能够耐强风的就是琵琶 所以台湾哪里有琵琶 南投有琵琶 台中有琵琶 五谷有琵琶 一直到淡水都是琵琶 为什么因为它那里强风吗 OK 我们所有的果树里面一定要有琵琶都怕强风 琵琶这个怎么样 它可以长长连在那个树上 它长长的结果子 OK 有没有吃过琵琶 有 它为什么长得像琵琶这个乐器 因为上帝章号就这样 OK 来来来来 我刚不是说五谷吗 是哪五谷对不对 我只有讲四个对不对 还有第5个是什么 梦阿波不是啦 梦阿波是 梦阿波是属于 五谷是属于 你们这个家会很好玩耶 OK OK 我喜欢梦阿波 我常常到梦阿波去以神同在 因为不太有人吵我 OK 来 真的真的真的 我彰化人啦 我彰化人 常常去彰化后面的梦阿波 OK 第五个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听过白柚 有没有听过柚子啦 有没有听过柚子啦 OK 所以台五谷有哪五谷 这都是很有名的 OK 所以还有一个如果你要加一个也可以 龙眼也很有名 龙眼也很有名 我们北台湾最古老的龙眼就长在五谷 OK 所以让我进入我的主题 OK 歌唱吧 弟兄 我觉得我们称为一个上帝的儿女 做任何事情 别人有他的看法 他就成为上帝的儿女都很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给我们有个 歌唱 在做任何的事情 任何的工作 任何的状况 任何的状况 我们都可以歌唱 所以成为一个大学的老师 我们因为持续日本人 逐利人所见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台北市有个非常有名的餐厅叫做清田76 清田76 他为什么叫清田76呢 因为他在台北市清田节的第76号 清田76是代表什么意思 台湾直到目前为止 保留最好的日本时代的古物 叫做清田76 清田76在日本那个时候 美金来台北大风炸 哇 都轰炸得非常厉害 几乎把大部分都轰炸掉了 但是有一个建筑物始终豪华无损 就叫清田76 清田76的屋主叫什么名字 竹利人 就是这个弟兄 来帮助我们的新庄 帮助 哎 你们这边有没有早期 住在这边 新庄以前都种蔬菜 你知道 这蔬菜的精华区 你种蔬菜的话 你要有非常好的土壤 土壤都从阳明山带进来了 哇 这个基督府老师做了好多事情 不只是帮助我们这里 还帮助我们的中和 帮助我们的永和 帮助我们的屏东 屏东有个溪叫做林边溪 还帮助我们的池上 后来池上还产生非常好的稻米 叫池上米 旁边搬山 关山就叫关山米 请问 池上米好吃 还是关山米好吃 答案 对 多好吃 OK 多好吃 哇 台湾这是神机 我们的池上大概就有1800公顷的土地 我们的关山大概有2500公顷的土地 台湾何等的奇妙 1700公尺 1800公顷加上2500公顷 大概也不是很大 对不对 那你一公顷的稻田大概可以多少人吃 大概200个人吃 我看 结果很奇妙 这么少的稻田竟然 台湾省 你无论台湾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吃上我们的 吃上米跟关山米 真的是 哇 这个在台湾就是 很少的产地可以让所有人吃 可见主耶稣这边把这个 池上米跟关山米 OK 其实也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吃的池上米跟关山米 很可能不是真正的池上米 不是真正的关山米 OK 你说不是的话 那好不好吃 当然 台湾米都好吃 对不对 台湾的米都好吃 OK 台湾的米如果好吃的地方的话 小姐都很漂亮 OK 我们台语说水水美水 小姐也很水 OK 他们听得懂台语吗 台湾大学现在讲台语 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人 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OK 然后百分之二十人听得懂 他也装听不懂 OK 听到这边有好几个是我的学生 OK 本人在台湾大学就希望不要帮你半岛而已 OK 来 我讲歌唱吧 弟兄们 我其实 到任何地方去我都很熟 OK 到处看来看去 我们的领口台地 中了很多的竹子 早期中了很多的茶叶 我刚刚真的很压抑 听说茶叶现在不太生产 你知道为什么不太生产吗 为什么 气候变化是个原因没有错 还有没有第二个原因 我们总算找人要负责 气候变化 你找不到任何人负责 OK 不是 因为我们这边茶特别好吃 所以以至于很多种茶的人怎么样 就不断的怎么样 把茶叶给拿走了 就不断的 我们茶叶 春茶跟 我到底今天是在讲茶叶 还在讲到 对 他就是会 会不断的 不断的每一天把新的茶叶给弄走 把它走 所以怎么样 就没有喷农药 就没有喷农药 因为你看 我昨天长出来的茶叶 我今天把它 一两天就把它摘走 所以那个茶叶根本就没有喷农药 所以我们的五谷是非常有名 没有农药的茶叶的所在 他说老师你怎么又知道 因为我常来 那你来干什么 指导我们这边种茶的人他要有灌溉的池塘 他会长蚊子 对不对 那如何让他不长蚊子 我有很多事情 好像都是出来 你说老师 请台湾大写出来要多少的工作会用 多少的顾问会用 这个妹妹你猜 书是不是给我一下 我是他的作者 你答我的问题我送你书 这本书叫做马克斯威尔 Maxwell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人 我们很多人学生 读高中读到这个人就该怎么样 就成为物理的拒绝往来户 OK 拒绝往来户 他是全世界我们科学界里面 有三个 最有重要的科学家 海敏第一叫牛顿 OK 有引力 海敏第二就是马克斯威尔 OK 海敏第三的话是法拉第 你说你都没有听过 那无所谓 今天都跟你讲 OK 三个人都是基督徒 很爱族的基督徒 所以的话呢 我今天把他带来 送给你 我刚如果问你你给我答 怎么样 送你书 护卦 签名 上网拍卖 多买好多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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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弟兄 等一下你 事后再找我一下 OK 来 我进到我的主题里面来 我的主题 歌唱吧 弟兄们 我这样人生要歌唱 任何的状况要歌唱 我这样讲不容易 因为我台海还刚刚才过世 我今天在讲就是我台海才两年前才刚刚才安息 OK 我们结婚40年 他真是过得天国一样的生活 OK 你说我呢 我当然是天国一样的生活 OK 我台海还跟我讲 你对我如果像什么样 像飞翁的话 我对你就像泰劳一样 怎么可以牙翻牙呢 OK 他说你如果带我像王后 我带你像什么 啊 我如果带他像 啊 像什么 不是啦 王子啦 这是我国 OK 他在兼我妈啦 OK OK 成为一个好的男性 需不需要爱情 好男人要不要爱情 错 好男人根本不用爱情 好男人只需要女人的尊重就可以了 阿们 对不对 那个穿男衣服的同学 对 OK 男人需要的是 爱情对我们很抽象你知道吗 但是呢 尊重我们很实际 OK 很实际很实际 我跟你讲 那姊妹需要什么 蛤 对不起 姊妹需要我完全不知道 OK 我是个弟兄啊 我怎么知道姊妹的需要 OK 能够 来来来来 我想姊妹需要的是中心 我在台湾大写教书交了30多年 我当了很多的顾问公司 我当台湾几个大 最大的企业我都是顾问 OK 我当了行政院 我当了内政部 环保署 农业部 我都是 但是呢 我觉得中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每次那个MeToo 我都在搜寻到底有没有我的名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听过MeToo吗 哇 我每次都奇怪 怎么都没有报到我 我还有点难过你知道吗 哇 真的有的时候 哇 真的是 哇 来来来 我们进到我们的主题里面来 歌唱弟兄们 OK 对 我叫张文亮 OK 我叫张文亮 OK 刚刚那个赵带还说我以前什么 是 蛮特别的学生 我跟你讲 台湾大写很多学生都是很特别的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不特别的 OK 我们很多学生都是怪里怪区的 什么忧郁症 自闭症 还有什么 自我伤害症 请问是他考进来以前才有问题 还是考进来以后才有问题 蛤 他之前就有问题啊 考进来以后有问题 这是我的责任 OK 基本上我们很喜欢这种学生 哇 诶 成为一个学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诶 不是 考进来不重要 来来来来 诶 成为一个学生 整个孩子的教育里面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你如果有孩子的话 你培养孩子 孩子的话 你培养学生也都可以 哪一点最重要 No 都不是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让他认识上帝创造你的特点 我跟你讲 孩子如果让他认识上帝 创造他是无与文彼的特点 没有一个孩子是一样的 连笨都笨的笨的笨的 笨的不太一样 OK 我跟你讲 你如果让你的孩子 让你的学生 认识上帝创造他那个特点 你大概可以不用教了 你大概可以不用教了 为什么 因为他跑得比你还快 你说那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上帝 创造他的特点 成为一个老师 基本上我们在找这个 你说你怎么知道 就是你给他出很大的习题 叫他写 你给他出一个很难的习题 就让他写 然后他就找不到任何的资料 等他写回来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特点 我几个例子好了 我给他们考他们 武松打虎的时候是躺在什么样的石头上面 他说 那请问那个李白说 床前迷夜光 仪式地上霜 请问他所看到仪式真的还是假的 你说 那我出个考题 什么夜半终身到客船 请问用物理证明一下 高山的声音到我们的平地的河流 请问根据你的生剖学 你可以知道有没有到来 OK 我们学会考这种问题 我自己非常喜欢牛顿 你听过牛顿吗 牛顿他问一个问题说 我们的屁股干嘛长在我们的身体的后面 第一 因为他离你很远 离你的鼻子很远 屁股如果在你的身体的前面 那有点麻烦 OK 如果他们屁的话你就先闻到 我这个题目不是我学的 这题目是牛顿讲的 牛顿讲讲了几百题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这个学上帝的 成为上帝的儿女 读书是充满的乐趣 他用来讲说 屁股干嘛在你的后面 屁股因为在你的后面 离你的鼻子很远 感谢主 当然啦 离你的嘴巴也很远 第二个 第二个是吗 因为屁股尖起来 屁股比方尖嘛 所以风吹过去的时候 屁股的臭味就很容易带走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第三个呢 第三个的话 我们是 这样的重量却有这么小的表面肌 所以的话我们不是蝙蝠 蝙蝠有很大的表面肌 我们是这么小的表面肌 所以风从正面吹过来 就可以吹到你的背后去 把后面的味道给带走 OK 来 这个 这种可以讲几百题 这种可以讲几百题的题目 OK 利用说你干嘛长这么高 就是说因为你如果长得 你如果身高低于130 到了成人你还低 你会闻到你的脚臭 OK 所以 所以 很多很有趣 就是 这个 上帝的耳里有些都很有趣 利用说你干嘛眉毛长在这里 其实眉毛长在手上也不错 可以当牙刷使用 对不对 对不对 里面有没有眉毛 有嘛 每个人都有眉毛嘛 眉毛干嘛长在这里 眉毛干嘛长在这里 穿红衣服的弟弟你说一下 罗汉留在眼睛 他眉毛最好高一下 一来就结束了嘛 不用加速度再下来嘛 OK OK 眉毛长在这里 不是为了党汉 当然党汉可能一部分的功效 还有别的 请问是什么 那个穿红衣服的那个妹妹 对你就临了 你说错也无所谓 台湾大学就鼓励人家说错 挡住你的封杀 因为封杀近的人的话 眉毛如果离太远的话 会有封杀近到我们的眼睛里面来 答案错 因为他如果 眉毛只是为了挡住封杀的话 最要近一点嘛 还是有那个距离嘛 对不对 有人说这个距离就是可以让女孩子可以涂那种 红颜色的 蓝颜色的 看起来像眼睛像张蚁一样的大 完全是我 哇 深海的鱼类还像这么大的眼睛啊 哇 陆立桑的生物根本眼睛都是细细小小的啦 我们哪里需要有日本漫画里面那种大眼睛 答案错 还没有别的 你看 台湾大学老师就这样 上课就出这种题目 眉毛很有用 第一 眉目传情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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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挡住你的汗水 你刚刚讲的没有错 第三个你讲挡住灰尘也没有错 第四个还有个很重要的 就是眉毛离你很近 也始终看不到眉毛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自己的眉毛 他不是离你很近吗 有些老人一只毛突出了那个例外 OK 年轻大的 皮肤松散了 一只毛就突出来那个例外 OK 一般讲起来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看见过他的眉毛 你无论怎么挤眉弄眼 你也看不见过你的眉毛 他明明理你不眼 你就是看不到他 请问是为什么 这数学 这个数学 我现在问的是数学的问题 算了 你们不想打算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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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车的时候 你旁边要两个镜子是干什么用 你开车的时候 因为你会有盲线 对了 你看不到 要个 我们左右有盲线 那我们上下有没有盲线 有 有 所以你往上看的话 你到某个镜你就看不见了 起个例子 你就看不到你的你的头发 OK 你看不到你的头皮 你说 我干嘛看头皮 OK 就是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 所以你才不知道 OK OK 我跟你讲 你就是看不见你的眉毛 因为你眉毛长的那个长度 刚好位在我们的盲线的后面 还有眉毛无论怎么长 到某个地步他就不再往前长 我们的脚毛会往前长 我们的手毛会往前长 我们的皮毛有时候 鼻子的毛有时候还会掉下来 OK OK 我们的眉毛长在某个地方去 他就不再长 哇 来来来 说一下 你就是永远看不到你的眉毛 赞美耶稣 OK 我们这边有人看见过他的眉毛吗 没有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OK 你看镜子那个不算 OK 所以上帝在穿我们的眉毛 保护我们的眼睛 保护我们的视力 保护我们的灰尘 就是让你始终看不到他 哇 可见上帝敌我们也不言 虽然你看不到他 阿们 来 我进到我的主题里面来 你怎么讲那么久都还没有进来 而且你讲完都还没有进到主题里面来 我在暗示牧师 是不是找我再讲第二场算了 OK OK 所以我们第一场的主题就当下午再来讲 我们 对不起 对 这是我的题目 我忘了 OK 是不是可以帮我放一下圣经的经文好不好 哦 这圣经经文是很冷屁的经文 OK 那你说老师你为什么 讲这种大概不会一般 不会有人用的 台大教授就喜欢讲一些比较 怪你怪气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部分学生都是怪你怪气的 来来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好 来 于是 定义是立位 自成 将立位 以身为神 与会 立位子 舍就同 与其身为神与会 事造 与会 借 心所吩咐的 大位吩咐立位人的组长 派他们歌唱的弟兄 用琴色和靶做乐 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 超级冷门的经文 超级冷门的经文 那你说老师你为什么讲这种冷门的经文 因为读起来很有味道 来 我来这边分享 上帝的话太丰富了 上帝的话太有趣了 所以你任何的经文你都慢慢的读 这就好有趣 来 帮我放到前面的那一页 来 历代至上 这个是上帝用这个历史来呈现 证明时间在他的手中 我刚才跟各位弟兄姊妹 这个高中跟国中里面的历史地理 是很重要的课 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时间的坐标 地理告诉我们大地的坐标 所以你任何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能够把历史讲好 把地理讲好 那就非常了不起了 所以我刚刚一来就讲五谷对不对 我已经在讲这个东西了 你们听得出来 我一开始就讲五谷的历史 五谷的发展史 请问第一个人来到五谷是什么时候 我们的祖先第一个人来到五谷是什么时候 OK 你们不知道 谢谢你们 因为我也不知道 OK 不知道你干嘛问 很多老师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才来问 OK 知道他干嘛讲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他大概是17世纪来的 17世纪 大概在16多少年的时候 OK 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年 反正就是 所以我们在问很多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上课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才要问 对不对 老师 你不是在教学生吗 哪里 就是教学乡长 什么什么都是我家的 我们家里 如果上帝给我们有个儿子 跟我们有个女儿 目的在哪里 我们干嘛要养儿子 洪一虎 你说一下 你不知道为什么 他还是新来的 我竟然还叫新来的 一直回答 你是不是今天还记才新来的 不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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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等一下他就走掉了 因为 真的 我真的是 为什么要养你 真的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 一个男人一生都需要学习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妈妈管我们 结婚的时候太太管我们 老年的时候谁管我们 女儿管我们 OK 男人就在被管当中 还获得真正生命的平稳 OK 真的 真的 我都很喜欢被管 我很喜欢被管 那就真的 现在没有人管我了 因为太太已经过世了 我现在没有人管我 OK OK 所以我知道 我男人很需要被管 所以有个女儿 这是让我们学习 那有个儿子也真的很不错 有儿子好 还是有女儿好 多好 人家在问你比较 你就说多好 OK OK 我常常想这些很奇怪的问题 来 事情告诉我 对他们说你们是立位人的组长 我要分享的歌唱和弟兄 我们一生如果是个歌唱的话 第一个 你是一个领袖 组长就是一个领袖 对不对 我们在公司是个领袖 我们在家里也是个领袖 你说你家里没有一个人听你的 最起码你的狗还听你的 对不对 我基本上我们就是领袖 OK OK 我们就是领袖 OK 所以的话 你们是立位人的组长 立位人是上帝的那个十二支派里面的 一个圣洁的支派 所以的话 你是当一个组长的 组长可能不是一个人 所以成为一个领袖 你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你就是个组长 你就是个组长 哎 班上如果没有人扫地的话 是谁扫地 就是你扫地啦 拜托地 我怎么信耶稣的 就是我在念那个建国中学的时候 你们听过这个学校吗 我是念建国中学的夜间部 你们听过这个学校吗 没有 以前才有 对不对 以前才有 我念建国中学夜间部的时候 我们有个同学很奇怪 你知道吗 每一次下课他都上去擦黑板 然后呢 就回头对大家笑一笑 我们认为他是白痴 OK 他现在大概有几百亿的财产 七百亿 那我要讲他真是白痴你知道 他每一次上课都上去擦黑板 OK 同学们都喜欢他 老师也喜欢他 那我们都是排球队的 我们行会打球 排球队的 那你建国中学夜间部 球很容易打丢了 因为一砍 一砍 球就不见了 OK 因为夜间部 找不到嘛 找不到 OK 找不到怎么办 找不到要记过 我们那个时候 球找不到要记过你知道吗 所以要有人去认说 就是我 就是我 就是我找不到的 他每次都要知道说 我就是那个找不到的 那怎么办呢 他就去把一个球回来还 你知道吗 哇 有这么好的同学 你知道吗 我那天高一的时候 他就常常请我去教会 那你知道吗 我长得很英俊 对不对 这我妈说的 这不是我说的 OK 我妈说 你爸就有够英俊 你比你爸还英俊 哇 哇 哇 你回家要跟你的儿子讲 我长得真的有够英俊 哇 很像我 哇 你知道 男生需要被夸奖他英俊 虽然他头脑不好 同志 这起码还有个表面功夫不错 OK 哇 那个 真的 真的是 我就说我长这么英俊 我干嘛去教会呢 他进去教会跟你一不一进 实际上是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哇 那 OK 哇 实际上是丑人才进教会吗 没有 英俊的孩子也可以进教会啊 OK OK 那他常常找我 我说 啊 罗里罗索啦 OK 但是他真的很吸引人 因为他成绩很差 你知道吗 他成绩很差 所以成绩比较好的 以后干什么 台大教授 成绩比较差的呢 以后全世界著名的企业主人 OK OK 哇 那他就常常进去 那我就不去 不去的话 因为他一天到晚才给我啰嗦 那我就说 每个礼拜就说 那个张同学 你过去打过老师 被学校开除过 那你教主耶稣的赦名 我打你也好啊 打你也好啊 欸 师长 我以前打过老师啦 OK 很多老师你不打他 真的不会教书 OK OK 我被开除过啊 我连彰化中学 你说 彰化有什么叫彰化中学啊 我就因为彰化中学出了事情 我才会到台北去去念书啊 OK OK 那 真的 真的 这个被伤害的痕迹 其实一直在我的心里面 这样的话 真的喔 宋教的组长 就是有这样一个很热心的同学 一天到晚请我去 我都不去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们去打架 我们对面有个学校叫开南 开南 开南 OK 那所有的市场就是南门市场 听过吗 南海路不是有个南门市场吗 南门市场前面不是有个路桥吗 因为路桥刚做好的时候 根本还没有完工 我们就上去打架 哇 那路桥还没有完工 我连南杆都没有 哇 你有够那个胆量吗 上去跟人家跟对面对打 我是建国中协 纠察队的队员 那你说你不是被开除过吗 怎么会当建国中协的纠察队 就是找那种以前被开除的协生 这张纠察队 OK 其实我们都没有在管啊 我们都根本就是乱搞啦 看到别人你就 你过来 OK OK 所以我们根本就是没有在管 你知道吗 对啊 刚好 我们都常常会去取缔别人 上课的时候不戴帽子啦 上学的时候不戴帽子啦 书包里面有一包烟的啦 OK 我们就是在这种纠察队 那当然得罪同学啦 然后我们就一起打架 到南门市场的对面 南门市场那个路叫什么路 不是 起起起起 诺师傅路 对 罗斯傅路 罗斯傅路 我们就去那边打架 对面开ative都那我们 当时打架的时候要有办的 你总是一定要告诉我们 成为一个组长他还要有弟兄们 诶 我们生命里面 如果没有弟兄閉就餐了 诶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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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 很重要 OK OK 打架需要怎么 因为弟兄嘛 大家需要弟兄吗 姊妹当然不用来了 OK but straight 现在姊妹比我们弟兄都还要凶 OKOK 他说 我们去南面市场打架 对面是开南的 他说 你给我上来 其实我们不敢上去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路桥上面根本就没有围单 他叫我们上去 那我们怎么跟他们讲 你先上来 所以那次就没有打 他跟你去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说 文亮你怎么跟我去教会 那你打架我都跟你去了 那我是不是个男子汉 是 我是个男子汉 子妹怎么看出来 我是男子汉 就你是男人嘛 凡是男人都是男子汉 OK 那我说好吧 那我去吧 那什么时候去 考完高中联考跟你去 高三联考 不 考完高三的蒙尼考了 跟他去 结果他就不再压我 一直等到高三 邀请一个同学 真是有耐心 高一请你 你不去 高二也就不再讲了 高三考完蒙尼考 他应该忘记了吧 他还记得 所以他在1972年的1月29号晚上去不去 你看我还记得 那我还故意给他迟到 你知道吗 他因为我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的门口 在那边等他 带我去教会 我故意给他迟到半个小时 为什么 明天我就跟他讲说 啊对不起我睡过头了 OK 我就这样 结果我就慢个半小时去 请问他有没有在那边等我 有 我真的谢谢他 就是我这种不要脸的同学 诶 我们真的哦 我们传福音的人需要什么 不要脸 你可以在马路上传福音 你可以被人家骂传福音 诶 我去建国中学演讲的时候 还去直幼班演讲 我去建国门口花圣经的时候 还被教官给赶走了 我真的有够不要脸知道吗 OK 我就是不要脸 OK 成为一个上帝而已 就是不要脸 我可以为耶稣不要脸 诶 我们追求太太是不是要不要脸 需要 太太骂我们说是不是要不要脸 需要 真的是吗 那你们说干嘛不要脸 因为主耶稣的保险设了我的罪 我跟他讲 什么 就是我们需要有这种主长 就是很有耐心的主长 所以什么叫做主长 主长就是 你就是领袖 成为一个领袖 其实在圣经里面 成为一个领袖 他有一个用一个很特别的单字 叫做摇摆 摇摆 很有意思 诶 请问领袖会不会摇摆 诶 我问你们 一座山里面最高的地方会不会摇摆 一座山最地震的时候会摇摆 请问是山的底下摇摆比较厉害 还是山的上面摇摆比较厉害 上面 你如果住过几楼 住过那个大楼的话 地震的时候 请问哪一楼摇摆得最厉害 顶楼 哪一楼摇摆得最不厉害 地下室 地下室 诶 我们地震的时候 我们的捷音会停下来 请问是高架桥的捷音会停下来 还是地下的捷音站会停下来 高架 高架 请你记得 你越高的话就越容易摇摆 一个人越高的话就越容易摇摆 成为一个歌唱的弟兄们 你可能是当一个组长 你可能当一个领袖 你可能当个小组长 你可能当班上里面的班长 你可能当公司里面的某个小主管 其实你越高就越容易摇摆 很多人认为他越高就越不容易摇摆 当然我今天不是讲立法院里面的立法委员 OK 很多人讲我越高就越不容易摇摆 其实你刚好错 其实一个人真正好的 真正好的领袖就知道我会摇摆 我还很年轻就当国家的这个 这个很多的污染的这个评审委员 我当了好多年啊 OK 他们送我什么你知道吗 送什么 最容易让一个大学的教授整个崩溃 送什么最有效 真的 这边有没有谁知道的 这个同学你说一下 送什么东西最容易让一个教授摇摆 不是钱 不是钱 钱根本送不得什么 钱再赚就有了 来来 你说一下 你说错也无所谓 送什么东西最容易让一个男人整个摇摆下来 不是啦 不是啦 不过你刚刚说的 阿公姐 真的 我们真的是被送过 真的是被送过 真的你知道吗 真的被送过 你说老师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你都是教会的讲言 你家里都有太太 你都有孩子 台湾大学学生都很喜欢你 我是台湾大学第一屆被选出来最好的老师 他都喜欢你 我这样告诉我的学生 我们的镜州刊 我们的苹果日报 上个头版消息 台大民司摩铁 表迹被捕 你看到我是这个样子 你猜是不是我 来 这个黑衣服的同学你说 是不是我 是啦 你不要说 是啦 是啦 同学老师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真的不要这样 我说我没有做过 我不保证下一次我没有 所以我永远离开这个玄海 如果这是个玄海 ok 如果这是个玄海 ok 那我最好怎么样 离眼一点嘛 ok 那我不要在上面 各位同学你看 张老师多么厉害 站在玄海的上面 可以 ok ok 我才不干这种事情 因为一定会往下怎么样 跌 为什么会往下跌 为什么 因为我会有一定定力 因为我会有一定定力 你怎么会往下跌 成为一个组长 我们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 其实我们是高度的严谨 我跟你讲 我们整个国家都在等什么人 整个国际都在等什么人 等上帝的儿女 我 台湾你几个大企业 我都是他的顾问 为什么 他们都不懂以后就是问你 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最后只有你懂 是真的 我大概公司都是几万人的公司 ok 我就要跟你讲 什么叫做组长 我们如果是成为一个领袖 我们深深的知道自己是个动摇的人 我们家的孩子不乖的话 你怎么处罚他 孩子不乖怎么处罚他 蛤 不对 孩子不乖怎么处罚他 请他吃麦当劳 请记得 请吃麦当劳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当你是让他不乖 他没有躲起来对不对 阿们 孩子不乖在你面前 这个是值得鼓励的事情 因为他没有隐藏 我们很多行中出问题 是谁最后知道的 爸爸妈妈最后才知道 所以请记得 太太如果出问题怎么样 请吃麦当劳 先生如果出问题 请吃麦当劳 ok 麦当劳现在没有说 加龙香好不好 我在这讲 真的 真的成为一个组长 成为一个领袖 无论是大领袖或小领袖 我是不是家庭的领袖 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 永远是一起 我知道我会有动摇 所以如果太太不乖 怎么样 太太就划站 那他在划站的时候谁 那我干嘛 我也是划站 因为是我没有把太太交好 因为我还划站得比他更久 小孩如果不乖的话 就一起划站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真的知道我会动摇 成为一个组长 永远有个动摇 永远有个动摇 知道我是一个不确定的人 我是一个不稳定的人 你知道吗 我们的头 我们的头是不是很重要 我们的头可以 我们的头可以 可以转多少角度 45度对不对 这样可以转45度 所以左右转是90度 为什么要转90度 为什么我们的头不能转到后面去 你帮我头音就可以 OK 为什么我们的头 为什么我们的头不能转到后面去 因为我们有耳朵 OK 那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眼睛 称为一个90度 所以眼睛看前面耳朵是90度 所以看前面前面是90度 所以我只要这样子 我就已经怎么样 听到180度 所以我如果再转45度 就转这个样子 我如果再转45度就转这样子 所以我的头只要转180度 我就可以听到360度 哇 好感人喔 诶 比他耳朵跟你 耳朵跟你眼睛是一样的高度 所以你看他耳朵 你就要感谢主 为什么呢 因为耳朵是软的 你耳朵是硬的吗 不是 诶 耳朵是软的 软的很重要你知道吗 因为耳朵如果是 你的耳朵如果是硬的话 你就很难睡觉 我们要把枕头挖个洞 把耳朵放进去你怎样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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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身的骨头都是硬的 就是只有耳朵是软的 ok 那为什么 爸爸可以拿我们的东西 死小孩 ok ok 所以耳朵很重要 所以你看喔 上帝告诉我们 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成为一个领袖 成为一个领袖 成为一个主管 成为一个你当头的人 你要知道你是一个shake shake shake ok ok 我今天不是讲那个结音战 那个什么 我怎么说 我们有个结音战叫做shake 结音战 算什么 ok不要 基本上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一个有动摇的人 我成为一个上帝的耳朵 我知道我是个有动摇的人 我是需要神保守的人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有什么伟大 稍微帮你试探一下你就受不了 ok 所以我真的讲 一个领袖 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 是国家很想用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是值得被信任的那个人 因为你不被动摇 那为什么不被动摇 因为上帝是我的不动摇 上帝是我的不动摇 所以我真的是被女孩子试探过 哇 虔弱的女孩子 虔弱的是不是很大的引诱 才不是 还披个薄纱 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 哇 给我们想象的空间 那我刚刚谈到我怎么办 半夜 半夜 半夜送来 毫无黄焙 ok 你为什么没有黄焙 因为半夜 那半夜 半夜你是从睡梦中醒来 突然间被一个女孩子吓到 哇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把门怎么样 关起来 我还上锁 哇 我为什么要上锁 对 胖被侵犯 我们这个弟兄真的很可爱 胖被侵犯 真的 真的会动摇 我真的会动摇 我到清晨4点钟的时候 我就奔出我们的理社 高雄的某个理社 因为我要评审高雄的空乎案 我要评审高雄的空乎案 我是委员之一 哇 把女孩子送来 哇 那我那天 我记得很清楚 我清晨4点就奔出我的理社 因为清晨4点理社开门 然后呢 门口有那个电话 以前门口有个电话 我打电话给我太太 我把他吵醒 我他还说你怎么了 我说昨天晚上 真的是让我很失望 因为有个前罗的女孩子来 我竟然把他干中 他还跟我讲说 张伟元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是不是全世界都会知道 要记得 只要一件事情没有人知道 就是全世界都会知道 他说 必须还是免费的 全世界有免费的吗 没有 越是免费 风险越大 所以我在讲 我们你是立威仁的组长 成为一个上帝的额领 其实我们是一个组长 我们永远是当一个组长 不论是大公司 小公司 不是 我一个人的话 我也是我一个人的组长 你知道什么会让你shake 摇摆 动摇 所以你们是立威仁的组长 你要知道成为组长 你是会动摇的人 然后第二个他告诉你 你要有弟兄 你要有弟兄们 我们成为一个领袖 我们永远需要有弟兄们 很多人很成功 请问他的朋友多还是朋友少 其实朋友多跟少 跟你成功失败没有什么关系 我请教一下 太太是不是你最要好的朋友 是 我的太太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的太太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曾经担任几个国际会议的主席 我太太说你可以去 我就去 我太太说你不能去 我就不去 OK 太太需不需要解释 不用解释 因为太太的话就是神的旨意 OK 所以 我这样跟我说 我说你的话就是神的旨意 所以成为一个男人很好当 因为太太的话就是神的旨意 OK 所以他就不太会有意见 你知道吗 他不敢有意见 你知道吗 因为他只要做什么 我就做 是 我就做 OK 我就做 所以我在讲你是一个领袖 然后你是要有弟兄 然后你是要有自觉 你是要有自觉 成为一个领袖 你非常的重要 你需要有个圣洁 什么是圣洁 什么是圣洁 圣洁很多人说做好事其实不是 圣洁有两个 一个是我不看我不应该看的 我不听我不应该听的 我不吃我不应该吃的 猪脚例外 OK OK 我什么叫圣洁 圣洁就是那个不好的我都不看 OK 什么是圣洁 对了我才是要 对了我才要 什么叫圣洁 圣洁是个节制 什么叫圣洁 圣洁是个高度的节制 只要是不好了我不要 不好看的我不要 不是不好看的 不应该看的我不要 OK 然后什么叫圣洁 我们还是要一个圣洁的生命 多不容易 不容易 我太太已经安息两年了 你们猜我晚上会不会看小电影 你们这样会的弟兄对我都很信任 我是你们五谷礼拜堂今天上午的讲言 我外面有非常好的名声 OK 那我今天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大概走了以后 你猜我晚上的时候会不会看小电影 你听过什么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小电影 就是A片 OK A片 OK 哇你们家会的人都不会看 这是赞美耶稣 这是赞美耶稣 哇你们家会 OK 我想我走了 我走了 你们猜我会不会看 这个穿黑衣服的弟兄 我说我不说你 我说我 我在问我 我没有问你 我在问说你认为我会不会看 大声一点 听不到 会 你为什么认为我会看 我讲人会跟你分 我讲人会跟你分 来 你为什么认为我会看 哇大胆耶 真的大胆 敢讲说小电影 哇 你讲的对 你怎么认为我会看 蛤 阿们 阿们 那我怎么办 我终于告诉我 老师你养只狗 我养只狗有用吗 OK 我养只猫 我养只猫有用吗 老师你就养只鹦鹉好了 OK 那我怎么办 穿黑色的衣服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什么就看就可以了 哇 他给我开个后门 你看 弟兄们 你需要有弟兄们 所以我就把我的手机 请我的行政帮我定位 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 行政就可以帮我定位 那我只要看小电影 行政怎么样 打电话进来 给你个mail 老师 他也不敢讲我说看小电影 他说老师你应该去睡觉 我那个学生其实有跟来你知道吗 我讲的是不是真的 真的 你看他在点头 你看 我们真的需要有弟兄们 我们真的需要有弟兄们 你说他不是我的学生吗 以前所有学生 后来就变成我的老师 我在很难过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夜男新娘 你知道吗 很希望夜男的新娘 因为他们很单纯又很乖 然后头发又长长的 OK 看起来又像亚洲人 那 我就上网去查 哪里可以去找到越南的新娘 网路上有 越南新娘的征分站 OK 我就真的上去 我就真的上去 上去以后的话 立刻有人打电话给我 OK 他说张老师你不要上 因为现在太太不在 OK 那我的女儿已经嫁到美国去了 那一个爸爸 一个男人在家里 过了晚上八点半 他就会难过 那为了八点半就没人陪我 那我就会看那个越南的新娘 我们这边有没有越南的新娘 越南女儿我觉得很好 我就很欣赏越南的女孩子 OK 所以我就想上去看 他说上面有七万个越南的新娘 OK 昏布海内外 你只要一上这个网就可以 我先打电话给我 他说老师你不要上 我说为什么不要上 他说里面有病毒 哇 真的他就很照顾老师的面子 你知道吗 他说老师 里面有病毒 哇 请问他里面有没有病毒 对不起我不知道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上 OK 但是他说里面有病毒 那几秒钟我就知道我不应该上 所以我需要有一点那种 那种 淋那个悬崖 那个 OK 你要那个淋那个悬崖的那个热 我说老师 里面会有病毒 然后我就没有上 一直到现在 我都没有上 我跟你讲 我们需要弟兄们 阿们 我们需要弟兄们 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弟兄们 打仗要弟兄们 OK 要试探要弟兄们 OK 不是说我们一起堕落吧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OK 我们需要弟兄们 我太太走了以后 我在网路上 开始有一些国际上不同的 这些上偶的男生 我们就慢慢的彼此认识 彼此互相鼓励 OK 很难走很难走 哇 有的三十 三十几岁 太太就安息了 那有四十几岁 太太安息 有五十几岁 我们每个都很不好走 那我们就是一直在一起 我们需要弟兄们 虽然我们在海内外 我们需要网路里面的弟兄们 OK 一起走 一起彼此祷告 一直仰望主 走这个前面的路 成为一个长期的一个服侍者 成为一个长期的老师 表现算不得什么 成果算不得什么 杰出的表现都算不得什么 要让一个人垮掉 最起碼的让人 第一个 你要知道你是一个软弱的人 你要知道你是一个 会被摇摆的人 第二个 你需要弟兄们 那姊妹需要什么 姊妹需要什么 姊妹需要姊妹们 不用 OK 哇 真的 弟兄比较小 弟兄是个软弱的肢体 OK 因为神先创造的亚当 后创造的夏娃 所以夏娃是个进化种的 OK 是个进化种的 真的 真的 女人比男人坚强 真的 弟兄们 你要同意 女人比男人坚强 哇 真的 所以各位 各位当事弟兄 回去把老婆照顾好 因为老婆如果倒的话 你整个世界都垮掉了 OK 如果你先垮的话 老婆一样过着成圣的生活 OK 流圣的生活 OK OK 他们是进化种的 OK 那我们是退化种的 OK 我们是退化种的 所以我就是这样 所以家会的姊妹们 同情我们 请同情我们 请同情我们 我们是软弱的物种 OK 软弱的物种 所以我好像耶和华上帝的耶会 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上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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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不会讲那么久 我不是很长期的男人 OK 所以的话神说 真的我真的讲 第一点 你要知道你是个会摇摆的人 我们需要上帝的扶持 其实上帝在把我们扶持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摇摆 我们不断地会有工作 我们不断地会 其实都会证明我们是个摇摆的人 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瓶颈 那些瓶颈都告诉我们 我们是个会摇摆的人 在贝勒看起来我们是很不错的人 我们的学位 我们的表现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智慧 我们是个很 但是我深深的知道 我们是一个会摇摆的人 我们一直很不错 大概就是可能 你经过的引诱不够多 你认为你很不错 可能你经过打极不够重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是个会摇摆的人 所以你要同情你的领袖 你要同情你的领袖 你要同情你的老板 老板 好不好怎么看得出来 老板如果骂你三四斤 你要怎么办 我们就说老板 体力好 OK 感谢主 你的体力好 OK 尽管还可以骂三四斤 那还有没有别的 这上面你关心我 OK 要骂你还不容易 公司的阶层很多层 让董事长骂你的机会还不够多 我在讲 我这次常常觉得 第一个我们真的是个摇摆的人 第二个的话 我们真的是需要 人生很多时候只是因为 因为你没有遇到很大的灾难 我们只是有个瓶颈 我们只是有一个边界 我们只是有个过不去的地方 只是那个地方还没有被碰到而已 所以我们是个摇摆的人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然后呢我们需要自觉 成为一个领袖 第一个 你知道你是个摇摆的人 第二个你要有弟兄们 你要有弟兄们 我现在有好几个弟兄们 有好几个弟兄 我真的很感谢主 很多都是我的学生 老师在很痛苦的时候 是好学生会回来陪老师 还是坏学生会回来陪老师 啊 坏学生 对 坏学生 是一天当然被你臭骂的学生 还是一天当然你赞美他的学生 被你臭骂的学生 你把不得去踹他的学生 以后都会回来帮助 那你说那些以前被你赞美的学生呢 他们都在大学当教授 他们根本忙得一大糊涂 OK 都是那些被你臭骂的学生 所以你的孩子的话 一天当然被你管的孩子 对你比较好 还是一天当然都不管的孩子 有时候很难讲 有时候真的很难讲 有些很有问题的孩子 也许是你最好的童工 有些非常有问题的孩子 如果被你培养起来 很可能是你真的是可以 所以我真的讲 你真的是 所以要自觉 自觉的话就是你什么都知道 有些你不能听的你就不要听 有些你不能看的你就不要看 OK 有些的话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 不要想的你就不要想 哇 自觉 因为自觉就可以 自觉代表一种专注 一种专注 我们为什么要读数学 我们为什么要读数学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要读数学 第一个 上帝是数学家 我们科学的领域最多基督徒的 排名第一位的就是牧师 牧师这个行业大部分多基督徒 OK 对 OK OK 那排名第二行位呢 数学家 数学家很多多基督徒 OK 第三个 物理学家 我们台湾大学教物理的很多都基督徒 你知道物理是什么吗 让你回到最基本的道理 物理是让你回到最基本的道理 然后你懂就懂 不懂就不懂 所以我们在学物理的人 我本身是学流理力学的 学物理的人 所以我们都是 我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不懂谁懂 上帝懂 上帝懂 所以我们是需要有弟兄们 然后你需要自觉 所以你学数学有什么好处 学数学教你如何能够成为一个 有节制的人 学数学有什么好处 让你成为一个 怎么样呢 当你在学数学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想别的东西了 OK 第三个 屁股会扁 看到没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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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不是信任孩子的头脑 我们信任他的屁股 OK 他可以做很久 他可以 我可以做五六个小时 OK 当你在解数学的时候 你可以长期的专心 长期的专注 你就算成为一个 因为我要长期的专注 很多不要的我就不要 所以我就好好的把这个给经营好 所以也一样 自己也就是成为一个领袖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永远是把服侍上帝 上帝的约会抬到我所预备去的地方 那我们以前没有抬这个约会 所以的话呢 真的是我们人生好像是抬一个约会一样 永远是奉神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读书越来越没有贵到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全世界都一样 很多孩子说读数学没有兴趣 读物理没有兴趣 读化学我讨厌 读生物我觉得背太多 太忙答案错 还有没有别的 我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源头 是媒体上都没有讲的 老师都没有讲的 教育部部长根本不知道 是什么 我跟你讲 我们的教育 离开生命的源头一人一人一人 真的讲 我们的教育 所有的教育 离开那个生命的源头 越来越远 所以我们找不到意义 那你为什么找不到意义 你读这个话以后当会计师 你读过这个以后我当机械工程师 那我干嘛要当机械工程师 我想 我觉得这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孩子 我为什么要读历史 因为接近上帝 我为什么要读物理 因为接近上帝 我为什么要读数学 数学就是数字的神学 你知道吗 数学的英文叫做Mathematics 他是那个毕德格拉斯 毕士定理 在希腊公元前三百年 在希腊的海边说 希腊所有神都不是真正的神 有个神是我们卫士之神 他成立了一所学校 就是让我们来寻找神 这学校的名字叫做Mathematics 就是数学 数学原来是个寻找神的意思 所以我真的讲 我们的所学 离开 所以我们家有很多工作 就越来越离开生命的源头 我今天为什么要去卖牛肉面 阿们 你做卖牛肉面 跟上帝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讲 一个接近上帝人 那个 咳那个麦 那个手 那人脆脆米糗 我很高兴 有人家就高兴 没有人家也高兴 有钱烫也是高兴 没有钱烫也是高兴 对吧 我自己怕天气败也高兴 天气好也是高兴 卖麵的 是了不起你知道吗 一个小小的麵攤可以 产生二三十道菜 你知道吗 哇 可以养活几百个人 哇 很多什么台积电 一个大厂里面 还没有二十个工人 我每次到那个超商去 我每次看到那个 卖那个 中午叫什么菜 自助餐的 我每次都感动 流眼泪下来 这么小的个店 可以让这么多人有工作 哇 这么小的店 可以让这么多人有工作 感谢赞美耶稣 如果要讲回来 有个东西叫耶贵 耶贵的话 上帝永远给我们有个耶贵 我们一生里面 永远是怎么样 侍奉神的 在侍奉神里面去读物理 侍奉神里面去做我的工作 也许我只是个修车工 也许我只是一个在补轮胎的 也许我只是在做一个 很平缓的工作 其实在上帝眼中 看起来都是尊贵的 为什么 因为是为他而做 是因他而做 是靠他而做 是快乐的往前去 我们当个老师 很多学生喜欢我们 你知道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教书很快乐 你教书为什么会很快乐 其实有没有学生来你都很快乐 前半都没有来你还是很快乐 ok 所以我们叫三板教授 什么叫三板教授 抬头看天花板 回头看黑板 低头看地板 ok 我们叫三板教授 就是说你大大心都很快乐 ok 有学生来 学生喜欢你 是不是他喜欢你你才快乐 还是因为你快乐他喜欢你 请记得这一点 请记得这一点 绝对不是因为你 他喜欢你你才快乐 你还要 我们在家里很快乐 是因为老婆喜欢你 还是因为 对 就是因为你管他老婆不喜欢你 我还是一样快乐 对不对 喜乐是从主来的 ok 跟老婆脸色没有 老婆脸色很难看 你知道吗 有时候像僵尸一样 有时候像脚白笋一样 你知道吗 哇 结果那男人受了好多苦 你知道吗 哈哈哈 我们的喜乐是从主来的 阿们 对 我每天下班的时候 我还没有进门以前 我都要祷告你知道吗 钥匙参加 我都要祷告 我祷告什么 给我一张什么的脸 给我一张什么脸 洗热的脸啊 诶 请问你回到家 是老婆看到你喜乐 还是你喜乐看看他 他就很喜乐 都是因为我们很喜乐 他才喜乐 ok 我们是喜乐的怎么样 的那个打油器 我们是喜乐的那个 的那个罐头的开张器 ok 所以老婆的群庆 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上 ok 那我们的群庆是控制在主的身上 我真的想 我真的鼓励弟兄们 回到家里以前 不要一刻开门进去 门里面会绊倒你 真的会绊倒 真的会把你绊倒 ok 我真的鼓励你们 开门以前 先祷告个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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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怜悯我 ok 你怜悯我 我这个里面的地方 这是神所预备的地方 你也把这个女人 还没有到你还是给我 ok 靠主得胜 给我一个喜乐的脸 ok 那喜乐的脸是 故意摆出来的还是装出来的 蛤 是自然的流露嘛 喜乐是一种流露嘛 流露是从里面来流露的嘛 不是你外面对我怎么样 我才流露啊 我们在政府界里面 有时候看到一些 很多无理的人的刁难 我们还是一样喜乐 因为我今天来这里 是因着神而来的 我还跟你没什么关心 你对我怎么样我也无所谓 很多时候别人骂 很多时候别人骂你 上帝没有骂你 上帝如果没有骂你 别人骂你 请问你还会喜乐 喜乐 老师骂我 上帝没有骂我 喜乐 西子说我 上帝没有说我 怎么样 对不起 还是我的错 ok ok 让我再讲回来 我们一生真的是神所欲变的 我今天也许是在五谷里面做某些工作 我也许我今天在新庄的农卫做什么事情 也许我在外面的泰山做什么事情 任何的工作俗所量给我 好好的做 好好的做 为什么 因为成为一个上帝的耶贵可以去的地方 哪个地方好 以前我们都没去过 就是没去过才好玩 就是没去过才好玩 人生很多事情 就是因为你没有去过你才好玩 人生永远在探险 人生永远在探险 我太走了 我每天都在探险 我真的很感谢主 你们在唱的诗歌 有一种诗歌让我很感动 每一天怎么样 好好的过 我唱的好好的功能 我每天都要好好过 每天早餐都要好好的吃 一个人怎么吃什么早餐 一个人还吃什么午餐 一个人还要吃什么晚餐 我常常说一个人都吃乒乓 上午吃乒乓 中午吃乒乓 晚上乒乓不是一根 是好几根 中午晚上都知道我们家里好多乒乓 什么乒乓最好吃 那个红豆 红豆 然后加那个昏粿 昏粿 有没有 加一个昏粿 有没有跟我一样请几手 就是一定要昏粿 一定要昏粿 那真的好吃 ok ok 所以的话你们没来够 所以你求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就来 我们再下一张 那我们快结束了再下一张 下一张好不好 下一张 于是立威仁就自觉 我们真的需要自觉 ok 需要自觉 ok 什么是不听的 我看过很多领袖 就是垮在这里 你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看什么 看建商 对不对 你们买房子的时候都要看建商 房子干的好不好在建商的手上 那你怎么知道好建商 我给你讲一个秘诀 我给你讲一个秘诀 好的建商 就是他晚上九点钟以后 他就不再开会 不再有任何的宴会 有没有这种公司 有 有些好公司 晚上八点钟他就解散 有些公司 明明他可以 晚上可以开24小时的 像7-11一样 他就是为了员工 他就是到 然后晚上某个时间 他的店就关门 我现在讲这个公司叫做前脸 前脸 听过前脸吧 我是前脸的顾问 所以我在讲 我知道 以前脸的规模 前省1200多间 为什么晚上半夜你都不开 他说我希望让我的员工 有个好好的家庭生活 这个我喜欢 虽然前面卖的水果 我常常不好吃 但是我还不喜欢 我知道我喜欢这个 所以你在 你就 那个很在乎员工生活的那个公司 常常是好公司 那怎么知道 公司的宴会不会到晚上太晚 让你早点回家 那个董事长就会这样 他就走了 我现在告诉你的是实际的 OK 是实际的 我参加过很多的大公司的顾问 那个老板说 这样我就知道 怎么样 八点判到了 八点判到了 大家散的吧 回去过一个好的家庭的生活 有的宴会怎么样 晚上一次宴会 二次宴会 三次宴会 如果这个公司有这种习惯的话 你就不要去了 为什么 要自解 好像耶和华以色列的跪抬上来 第一位的子孙就用杠 哇 请知道 人生很多事情 我们当个领袖 第一个我们需要自解 第二个用杠 怎么用杠 抬上来 放在肩膀上 用杠 抬上帝的业柜 抬在你的肩膀上 肩膀为什么要那么重要 很多说很多男人是有肩膀的男人 什么叫有肩膀的男人 有担当 为什么有肩膀就有担当 因为有肩膀就有担当 因为有担当所以就有肩膀 答案不对 OK 我跟你讲 我们前身 你如果不会运动 你如果在家里都不运动的话 我教你一个物理学的运动的原则 非常简单 肩膀提高 肩膀侧边 肩膀往下 肩膀往下 因为我们 我们前身最重要的肌肉 都连在我们的肩膀 所以你肩膀不好你的呼吸就有困难 看到没有 你看我的呼吸 对不起 我有一点像带哈马一样 OK 前身最大的肌肉都连在你的肩膀 OK 无论是你的胸肌 无论是你的背肌 全部连在你的肩膀 所以你的肩膀是最稳定的 所以成为一个领袖 要知道什么是你的稳定 要知道什么是你的字节 要知道什么是你的shake 你那个会动摇的 也要知道什么是你的稳定 所以 孩子怎么会读书 会读最好的书 我跟你讲有个秘诀 就是孩子知道什么时候 是他最强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他最稳定的时候 然后你不稳定的时候 你就跑去上课 因为上课不太需要有很好的精神 对 上课就要 什么时候现在很好的精神 你要算准 你要算准 一天如果20小时的话 哪几个小时是你的生命里面的精华点 那个是要全神贯注 去解决那些最困难的东西 我们去上班也是一样 你去上班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一天里面 什么时候是你最精华的地方 什么是比较不精华的地方 什么时候是你可以偷懒的地方 偷懒的时候干什么 就去打篮球去了 打篮球 去打球 运动你的精神 请记得 神经告诉我们 成为一个领袖 第一个你要自觉 第二个你要有弟兄们 第三个的话 你抬上来 你要有担当 我们越能够抬就越能够抬 对不对 很多人知道我写很多文章 请问你是越写越多 还是你越不写就没有 我跟你讲 一个写文章的人一定写到底 因为你最后一个字没有写 就等于没有写 你最后一行没有写 就等于没有写 你最后一页如果没有写 你就等于没有写 什么事情都做到底 打起来 负担起来 OK 孩子很困难 成为我的担当 然后我可以依靠神一直往前去 老婆很难管 他说我们很容易很难被老婆管 OK 那我们就抬起来怎么样 往前去 这是神给我的 神给我们的不多 对不对 那我们好好做就可以 什么叫做一个成功的男人 神所给我的 我把他做好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不用管大陆怎么样 我们也不用管海峡怎么样 我们也不用管非洲怎么样 我们也不用管火球怎么样 艺朗怎么样 我们也不用管什么时候 灰星会撞地球 我们只要把上帝所给我们 今天的事情做好就做好了 就是你们教会的四歌所唱的 求主让我过这一天 是不是 这首歌我从来没听过 OK 哇 你们教会真的很特别 真的很特别 感谢赞美耶稣 所以的话 真的是台海神的夜跪 劲把他抬起来 把他抬起来 然后你如果能够排起神的夜跪 其实你就往前去了 然后你就成为歌唱的弟兄们 哇 讲这么久终于讲到主题 哈哈 我还听不懂想听 你快讲完了 所以台大老师就是这个缺点 都已经快下课了 还讲说各位同学 我今天上什么课我都忘了 OK 歌唱的弟兄们 什么叫歌唱的弟兄们 你一生遇到他任何的事情 都成为你歌唱的缘由 我们是歌唱往前去 还是难过的往前去 其实你如果没有难过过 就还很难歌唱 要往前去 一定要有歌唱的力量 我们才能够往前去 不然的话真的是过得太悲苦 过得太痛苦 太太走了以后我真的过得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大同电锅不会用 这边有没有哪个男生说 不会用大同电锅的 紧急手好不好 我 不是你也不会用大同电锅 真的我真的不会用 我在台湾大学还有一个物理实验室 我还有一个化学实验室 还在国科会支柱 很多很精密的实验 家里不会用大同电锅 然后我就煮饭 我从下午5点多煮到晚上8点多 还没有煮熟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煮过 到我上午打开盖锅 我怎么还没有熟 我一年一开到晚上8点多 那烦都还没有熟 好难过 你会抱着电锅哭 你知道吗 一个何等 一个做多少伟大的事情 就是连都被大同电锅打败了 我现在就很会做了 我会用大同电锅 煮麗豆汤 煮红豆汤 滴猪饺 我会煮豆浆 我还会做碗粿 煮完豆浆喝不完 我还会做豆花 OK 哇 真的 现在已经不是 我跟你讲 这时候说天下无难事 只要有大红电锅 对不对 大红电锅可以煮多少东西 你不晓得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真的讲 你把它抬起来 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你不想抬 你抬起来 神就给你力量 你说神给我力量我才抬 你错 你先抬起来就给你有力量 真的 你先抬起来就给你有力量 所以成为一个领袖 第一个 你要知道你是会冻 你是会动摇的人 第二个 你现在有弟兄们跟你一起的悲 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走天路 你们来教会应该要参加自己的团契 你们团契就参加自己的小组 你们有没有小组 有啊 对啊 如果你在家里的话也应该有自己的小组 不然养一只狗当小组也不错 你要自解 真的要自解 求神让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因为圣洁就是个力量 不会把你的力量浪费到别的地方去 你看我这个男人像不像会有万一的样子 你们说我像 对对对 谢谢你们的诚实 为什么你觉得我像 长得帅是吧 太幽默了 三个没什么内容就是很幽默 OK 那我在讲的时候真的是 人生永远是把杠子抬起来 那你知道什么地方是我最稳定的地方 我是个有肩膀的男人 我是个有肩膀的弟兄 我是个有肩膀的公务人员 我是个有肩膀的老师 我是个有肩膀的多少的问题 我可以帮你扛 那为什么可以帮你扛 因为你把他抬起来神就把力量给你 阿们 不要放弃 你不要说我就放着 你拿起来 拿起来 你肩膀会越来越硬 肩膀能够扛呼的就越来越多 你可以扛呼一个家 你可以扛呼一个公司 你可以扛呼一个财团 你可以扛呼很多国家的中央单位 但我说这没有多伟大 重要是那个杠你也给你抬起来 我愿意把这个杠抬起来 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所在 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地方 成为一个我们一生可以好好 示弄主的地方 然后最后你就成为一个歌唱的弟兄们 成为一个歌唱的弟兄们 什么叫做歌唱 什么叫做歌唱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在那边歌唱 什么叫做歌唱 是一种深度的呈现 一个唱歌唱的好 是一个深度内心的一个呈现 所以什么叫歌唱的 就是我当时一生走一生的路 我们经过很多的困难 然后我们那个内心的呈现 就成为一首歌曲 我们经过很多的黑夜 我们经过很多很多的失望 我们经过很多的沮丧 我们经过很多的沮丧 我们知道很多胜不过的 我们前途也有很多不确定的 那怎么样呢 人生是一首歌唱 唱到什么时候 唱到建主的那一天 建主的那一天 看建主的那一天 预建主的那一天 然后以后怎么样 续续唱 因为天国还有天国的师班 那我们在哪里练的 我们在地上的时间练好 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让我练好 这个教会都没有时钟 所以看时钟都看不懂 OK 好 教会真的有个时钟 天哪已经快12点了 好不好 这么大告就结束了 OK 我要赶快做 因为我下午还有一场 主耶稣 我真的感谢你 人生是一场歌唱 歌唱的弟兄们 也有歌唱的姊妹们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会使我们动摇 我何等的需要 我需要有弟兄们 陪伴我走难过的路 我何等的需要有自我在上帝面前的圣洁 看神所要我看的 而不看神所要我看的 很多姐姐的方法可能有几万种 但我只需要上帝的那一种 我只需要上帝的那一种 很多的公司有各种的做法 我只需要上帝给我的那一种 好好的做 一生总是 抬着上帝的约规一直往前去 成为一个有肩膀的男人 成为有肩膀的姊妹 成为有一起来扛覆的 当我扛上那个杠子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约规不是只有一个能够扛 我后面有个人 我前面还有一个人 是跟着别人一起配搭 来抬上帝的事工 不是一个人可以抬着上帝的事工 而是我的杠子的后面有一个 或者是我的前面也有一个 或者我的左边有一个 我的右边有一个 是一起抬着上帝的夜跪来往前去 我们还是在困难当中 我们还是在难过当中 我们还是在悲惨当中 我们还是在很多的问题的当中 但是愿上帝把这些问题 成为我们一生的诗歌 让我们成为一个歌唱的弟兄们 成为一个歌唱的姊妹们 仰望主求主祝福每一位 在这个五谷的地方 不只是一个地名 而是生命里面充满着上帝的美好的谷物 可能是有茶叶 可能是有文旦 可能是有对不起什么我忘记了 OK这个美好的五个美好的谷类 多结果子 祝福他们 祝福每一个人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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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